來,請就位 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何前鋒、何議員 好,謝謝我們今天的主席、鄭議員 我們社政部門的師父團隊、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那首先我想要來請教我們社會局 我們姚局長 居長你知不知道現在 我們的一般的保母 比如說透過我們社區的保母系統 這些我們把小孩子送去 這些保母那邊的一個月的費用大概是多少 居長你知不知道 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少幾人,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現在如果一般民間的保母大概 最少可能有到9千 但是更高是1萬7 我們是有一個range的 好,謝謝局長 那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公託 那個大概是多少錢 9千 9千 9千嘛,就是最少的標準嘛 所以一般私人的大概就是要1萬多塊 好,謝謝局長 我覺得你先請坐 來,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勞工局局長 你知道我們現在一般的年輕人 一般新婚的這些年輕人 還有生小孩的這些 大概30歲上下 他們的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好,請李機長答覆 那麼,據我們所瞭解 現在依照勞動部調查 103年青年勞工平均每月薪勢 28,925 就是平均一個人不到3萬塊嘛 來,局長 你先請坐 一個人大概不到3萬塊 那我們用高標準來看 一個年輕的夫婦 如果他爸爸的收入是3萬塊 媽媽的收入也是3萬塊 那他如果他要生小孩 我有舉個例子 他要生兩個小孩的話 那如果他要把兩個小孩 都送到保母那邊去照顧的話 這樣爸爸媽媽才能繼續去上班的話 那他一個月的支出 大概就是也要一個人的薪水 就是大概3萬塊 就是保母的費用 加上一些零零種種 尿布的那些費用 大概也要3萬塊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啊 很多的年輕家庭的這些父母 他們會通常會做了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人不要去上班 比如說媽媽就不去上班了 那媽媽不去上班了 就是在這個小孩子 可以到幼兒園去上課的 這個可能時間長一點 可能大概是這5年的時間 那媽媽就沒有去上班 因為這樣子薪水結構的問題 所以他媽媽就不去上班 那5年過後啊 這個媽媽因為小孩子 可以到幼兒園去上學了 那他想要再回到職場 可是啊 他們面對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回不去職場啊 他回不去職場 那他為什麼回不去職場 當然第一個原因是 可能啊 他一下子要去找工作 他找不到工作 那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啊 其實有很多媽媽 他因為啊 他5年沒有到職場去工作 他們變成在心理上 要再去職場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因為他畢竟脫離這個職場 有5年的時間 有幾年的時間 這個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會有第二個 這些心理壓力上的部分 那我想要建議 老公主要做的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分啊 我們可不可以 針對這些媽媽 或是不一定是媽媽 也有可能是爸爸啦 針對這些人啊 特別為他們能夠媒介 讓他們可以回到職場 我不曉得現在勞工局 針對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 特別的專案 來做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說明 來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何議員指教了 那麼婦女二度脫離的困難 主要的是有幾個幾點啊 第一個就是他技能不足啦 第二個是那個 他必須兼顧家務 跟他照顧又有的問題 第三個是雇主的刻板印象 第四個就是那個 雇主的資訊不足啦 那麼在這個 技能部的部分啊 我們是可以透過這種 辦理職業訓練的方式 來 那麼來 再加上他這個 這個求職的技能 那麼勞工局目前來講 那麼又特別針對 適合婦女的這個 這個方面來 來辦理職業訓練 委員不好意思 我跟你打岔一下啦 我講的這些婦女 他不會是技能不足的問題啦 他本來有在上班嘛 就表示他具有一定的技能 他可能本來也是白領階級 在公司當會計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你節省一下時間 你看你們現在有什麼做法啦 這他們不會有技能不足的問題啦 對 那我們會開發齁 那麼比較適合婦女來 從事這些工作機會 那麼提供給這個婦女 婦女來做一個 做個參考運用 那麼 104年來講 我們總共輔導的是 兩萬零六百四十個人就業 那這兩萬多人 有多少是我剛剛講的這種狀況 比如說他是因為去生小孩 所以他五年或是幾年的時間 沒有到職場 那你們輔導這些人 這兩萬人裡面有多少 佔這樣子的比例 你知道嗎 這兩萬多都是二度就業婦女 我當然知道是二度就業的婦女啊 所以你們沒有這個部分的資料嘛 我要跟你講說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社會上 一個很普遍現象的問題啦 我想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請教我們社會局姚局長 我想他也很清楚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其實 針對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覺得 或許也是因為可能 現在的薪資結構過低 所以必須很多的家庭 他必須會做這樣子的選擇 那我會建議勞工局說 針對這個部分 能不能額外 有一個專門的輔導 或是專門的 一個專案 來做這樣子的處理 如果說這些媽媽 她離開職場五年之後 她可以再回到職場 這對勞工局來說 對你們來說 第一個好處就是 她事業率還是可以降低嘛 那對整個台灣的社會來說 對我們高雄的社會來說 她可以 她再回到職場之後 她也可以幫助他們這個家庭 的生活過得更好嘛 不會媽媽整天 不知道她要做什麼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非常強烈的建議勞工局 要做這個部分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上 我剛剛也提到了 她或許不是只有 工作媒介上的問題 她其實有一個部分 她可能是幾年的時間 沒有在職場工作 所以她會有一些 要回到職場一些 面對上心理上 會有壓力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勞工局沒有辦法來做 其實也可以請我們的社會局這邊 來做一些協助 然後協助這些媽媽來回到職場 那這個部分我非常強烈的勞工 建議勞工局 要做這樣子的處理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可以請局長 在未來針對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訓練學衛生中心 每一個站都有設這個 個案輔導員 那麼只要有針對這種情況 各別一堆一座輔 有做方面的其實有 對 尤其是心理的部分 如果你們沒有能力的話 真的可以請教我們的社會局 來謝謝局長 局長你先請坐 那再來我想請教我們社會局 姚局長的事 我先講 我其實是支持我們的社會福利 有排富的這個動作 那 今年是我們 大概是第一次 我們把我們原本所做的 有關於老人健保的這一項的補助 做了排富的這個處理 那我想請教局長這邊的是 高雄市的市民因為做我們做的這個 老人健保的這個排富的這個動作 有多少個老人受到這樣子的影響 局長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今年度開始 針對我們去年就已經宣布的 這個排富的規劃上路之後 針對老人的部分 我們有五萬七千 五萬長輩 被影響 被排富 那身心障礙的個案 差不多有 一千 一千零二十七個個案 謝謝局長 居然先請坐 其實五萬多個長輩 其實在高雄市民 佔的比例上來說 其實我認為或許不是那麼的多 那其實 就我的了解 其實社會局在這方面 所做的宣傳跟宣導 其實也都有做 但是啊 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想主席 你可能也接到很多長輩 到里長那邊去陳情的也好 到我們這邊來陳情的也好 他都會突然發現說 那我為什麼我的老人 健保的這項補助的福利 沒有了 那其實我們要探究的這個原因就是說 其實社會局其實它該做的 包含到電台 包含到在媒體上所做的這項宣導 可能都有 但是啊 可能我們很多 65歲以上的這些長輩 他對這個 他其實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而且啊 就這個 過去都沒有排富 他覺得他本來就應該 享受到這樣的福利 那他不會去注意到說 他可能是會被排富掉的那個 5%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其實就會造成現在 很多長輩就會來陳情 那我覺得 除了這個以外 或許也有很多長輩 他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台灣的這些 呃 稅務的這個部分 那很多的長輩 他或許是被他的小孩 報了撫養人口 因為這樣子 而成為他被排富的對象 那在過去這段時間 社會局的宣導 他當然是 我知道你們的宣導 大概就針對大方向的宣導 那我會覺得說 未來我們可能還是會有其他的社會福利 要去做排富的部分 那在未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把我們所要做的這個宣導 做得再更細緻化一點 呃 比如說 如果篩出來就是 大概有5萬多個長輩 他可能沒有辦法繼續到享受這樣的福利 那我們就5萬多個長輩 我們寄一個通知書給他 跟他說他違反 他有什麼樣的條件 因為不符合資格 而上市這樣的權利 你如果說 寄5萬封 那一封 你說算5塊錢來說 成本5塊錢來說 也只要花2、30萬 但至少讓這些長輩 每一個人他都有先收到一個通知書 說他知道 有這樣的動作 還是說 不曉得局長這邊 對於未來 我們可能還會有其他政策上 要做排富的時候 那我想局長其實你也都了解 這樣子的問題 那面對未來 我們如果還要再做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次經驗了 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讓這些長輩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不會再這樣子 到現在還要來陳情 那他來找我們陳情 那可能我們還要再幫他寫陳述書 然後又要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來釐清說他到底是不是這個排富的對象 那其實 這樣子其實是反而會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說明 如果未來面對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社會局這邊 可以有再更多 更多的宣導的動作 那未來希望你會希望這個 能夠再做到怎麼樣更細緻化的這些宣導 那局長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可不可以請局長大概說明一下 由警長答覆 謝謝趙先生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要針對非法定的一些福利措施要排富 不但是國家的趨勢也是我們有受到議會的要求 那我們也覺得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從去年積極演你之後 就從今年一月就開始做這個排富的動作 那前後我們不僅在議會在媒體 甚至說在我們電視的跑馬燈 然後電台市府的LINE 然後我們也有陸續在區公所在社福中心 甚至說對我們1999的服務人員 我們也全部一系列了都做了相關的 甚至整個縮帖細部的說明 要怎麼樣問 而且我們還針對要怎麼樣解釋這個東西 長輩才會比較明瞭 其實我們都做了 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做了很盡可能的細膩 跟很讓長輩友善 但是的確很多長輩他事後是跟我們講說 我有聽到啊 我有看到啊 不過我想說 我不是有好的人啊 所以我沒有關係啊 擋到真的這個單子下來之後 他才發現他居然是在被陪附的名單裡面 然後他才去了解才發現 他可能被他的子女報了可以稅務方面的優惠 那當然他會覺得說 一情都沒有差 那現在就變成有差了 因為他可能一直都被子女報服養不知道 所以的確這個部分 有時候這個名單是要到他年底報完稅 資料出來那個名單才是最後final的 其實有時候連我們他們家族裡面要怎麼報稅 其實我們會也不一定能夠掌握 所以我們只能盡可能用更公開的方式 一波又一波的宣打 但是也要主動的也提醒市民朋友 也要主動關心跟自己相關的一些福利措施 因為我們常常會被說 怎麼沒人跟我講 但其實各個跟市民相關的權益福利方案 真的是多如牛馬 也要鼓勵也要呼籲市民朋友 對於自己相關的權益 也要主動的可以來關心 那我們有很多的方式 例如說官網啦 App啦 或者是跑馬燈啦 區公所啦 DM啦 各種方式 但是針對一些長輩 他可能不習慣用網路 他不會上網 他不會去看我們的官網 不會去用App 但是我們辦了一些說明會 或者是我們現在很多的宣導 我們也會透過跟區公所合作 我們跟林里長的協助的一些搭配的配合 就是希望針對一些長輩 他沒有習慣用一些現代科技的 或是他沒在看報告 他沒在聽廣播 他沒在出來外面 那我們也可以藉由一些更 更更接近他們生活的一些方式 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說 市民朋友對於自己或是家人 其實有關的一些 一些訊息的一些變動 也要鼓勵大家也可以主動關心 好 再兩分鐘 謝謝局長 學長你先請坐 我想你剛剛有提到 其實 我覺得未來 比如說可以跟民政局 這邊的民政系統 結合透過里長 很明確的去告知我們很多的長輩 里長他下面還有很多的林長 如果透過這樣 先讓長輩 先了解 他會面臨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我想很多 現在的問題也可以避免 當然其實另外一個 假如我想局長你也知道 其實現在有很多里長 對這個有一些怨言 那如果我們未來 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里長的部分 多去做宣導 請他們去告知長輩 我想這個部分的抱怨 會降低很多 那這個部分 請局長未來的時候 再思考建議一下 那另外我想請教局長的就是說 其實在今年我們有看到 在我們的學校的閒置空間 大同國小 那我們有跟高一來合作 做了日照中心 那我不曉得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的方向 那我覺得未來 是不是在社會局這邊 可以多去跟教育局這邊多溝通 那多找一些閒置的空間出來 然後讓把這些閒置的空間 來做為所謂的我們的日照的中心也好 或是很多其他社會福利 可以來協作的機構也好 那這樣子充分利用這些空間 降低這些限制空間的部分 那我不曉得在這個部分 局長這邊有沒有什麼再多一點的想法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我想請教就是說 過去很多議會同仁也跟 市政府社會局這邊爭取的 所謂的北長青的中心 那我知道他要即將用BOT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有關這個部分的進度 是不是也請局長一併的說明 謝謝 請姚記長的答覆 謝謝趙紀元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個的確空間活化的部分 也是大家非常關切 因為少子化有一些學校有並班的一個情形 所以有一些空間出來 而且有很多一些社福的措施 其實是需要一些現有的場地 但是經費不足的時候 如何活用現有的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感謝教育局 但是也不止教育局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局促 我們全市府都在盤整這些事情 因為市長非常關切 積極要求大家盤整 現有一些不是閒置 而是可能是如何可以更高度運用的這些空間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 除了教育局的學校用地之外 還有區公所的一些空間 甚至還有獨發局的空間 金發局的空間 其實我們把這些的空間 我們有活化運用了 作為我們的公托中心 育兒資源中心 生長的一些機構 還有早聊的單位 老人福利的單位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方案 的服務據點 甚至還包括新住民的服務 還有兒少服務社福中心 還有一些食物銀行 等等這樣子的一些措施 甚至說議員您知道的 我們最近也有一個日照的一些據點 也都會用這樣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要在這邊很感謝 因為學校會願意釋放這樣子的空間 他必須要面對家長很大的一些不同的聲音 甚至有時候在社區裡面 有些社區鄰里 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 有時候是比較特殊的 社區不一定是那麼歡迎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去併入現有的一些 公共服務的空間的大樓 或者是辦公處所 其實願意釋放這樣空間的單位 他要同樣的跟我們 要面對社區的一些相關的壓力 但是我們目前是否 我們整體對外的一個 努力方向就是怎麼樣 把現有的一些閒置空間做盤整 然後用最經濟的方式 把它做最大的運用 所以您剛關心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積極辦理當中 那北長新的部分 我們目前已經辦理三次的公告招商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個我們目前三次公告招商都是流標的 那當然因為這個 這個成本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案子 另一方面 因為這個案子涉及長照機構的一個設立 相關的一個法規 那今天這幾天議員也很了解 我們長照法通過的執法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這個設立 甚至床位的一些認定等等 我們現在因為各單位都還在觀望 因為這個一下去就差很多 你如果規格改了 他以後重新公安等等的一些 經費的開銷 整個計算的基礎又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屬於觀望的一個狀態 所以尤其現在有一些大型的POT案 在國內算是吵得滿沸沸揚揚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評慣 不管是法的未確定 跟一些大環境跟資本太大 這個部分 都是現在我們這個案子 推動上會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有其他幾個努力的不同的方向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左營這個地方其實已經不算是北高雄了 因為其實現在 縣市合併之後已經不是北高雄 那我們 因為富民也在我們的左營裡面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怎麼樣更積極布點 讓全高雄都能夠有像我們長青中心這樣子的 在地的服務據點 那甚至是說 大型的一些機構 其實現在已經是 反社會福利的一個 大家覺得是專業的模式 大家都盡可能的要推動小型的 在地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模式 所以 現在市府很努力的在看怎麼樣 把左營這邊的老人服務的量能夠提升 但是也是可以符合我們整體國家 甚至是國際在針對照顧服務這樣方面的提供 是要以更進步的一個方向 整體來規劃 所以目前 一方面是先等 明年我們執法確定了之後 我們這個部分會再招標 然後還是希望有 財力足夠能量足夠的單位 可以來參與我們這樣的BOT案 但是我們目前的進度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目前沒有放棄 我們目前還沒有放棄 因為我們還在等明年的執法 如果出來 因為現在也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長照方向 一直要求要更專業 要要求品質更高 但是門檻越地越嚴的結果 就是投資成本會越來越高 反而讓更多的單位 沒有辦法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工作推動 那所以這樣子的確 也阻撓了很多在地上要投資的意願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的聲音 也在中央或是跟新政府在講說 是不是要放寬 不是說放低 而是要更務實一點的 來訂一些相關的一些規格 或者是說有一些設施設備相關的一些規格 或是人力比例的一些相關的規格 否則你訂的這麼高 就是大家都看不到 都沒有辦法接受到服務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全方面 但是我們目前這個案子還是沒有放棄 但是我們該照顧的長輩 我們盡可能現在用其他不同的solution 來提供這樣子的在地的服務 謝謝 謝謝何前鋒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陳立真議員 謝謝主席 設政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議會同仁媒體朋友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現在我們社會局啊 應該會了解到現在是高齡化的這個趨勢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65歲以上的長輩啊 在去年12月底已經達到35448人 已經佔我們全高雄市的12.61% 那因應長期照顧的一個需求 未來我們高雄市我們的社會局的這個業務 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我們局長來探討的就是 我們長輩的這個長照啊 長期照顧的一個社會福利補助 那現在我們都知道一般的酸心家庭 如果還要再照顧小孩 還要再扶養長輩還要再付房租的話 那如果再遇到長輩他是無法治理的話 他在不得已情況之下 他目標把長輩送進這個安養機構 這個照顧機構去 進駐到這個照顧機構去 那這個時候啊 他的費用就多出來了 最起碼都要3萬以上 那這一份3萬以上 如果再加上他的生活會種種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家庭的生活一定是 馬上陷入一個經濟的困境 那在這裡 我們除了社會局現在的補助 有兩個對象 是可以申起長照的補助 第一個對象是老人的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 他可以去申請長照補助 那第二個對象是身心障礙者 他可以去申請老人的這個補助 那現在我們社會局裡面啊 有兩種這樣的一個身份的 低收中低收身心障礙的 這兩種身份的長輩 他需要去進駐長照中心 然後還要再去申請我們的 社會局的來救助啊 已經是 後面在排隊的人有達到一百一千五百人 一千五百人 那一千五百人在等待補助 這一些人大概等的時間要等到一至兩年啊 要等到一至兩年 那等於我們申請這樣的一個補助 他的速度是緩不激幾啊 所以我要請問我們局長 對於我們全部的一個每年編出來的 這個社會救助經費 我們照顧老人這一段到底是佔了多少的比例 那如果說我們去申請一個補助 要等一到兩年的話 那這個家庭他面對所有的這個開銷 要小孩的教育房租 還要他們的生活會等等 那這個家庭絕對是要陷入一個家庭困境 那他要去哪裡求助都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資源 最近本席在服務處就服務到一個案例 他兩個夫妻在上班 太太大概是收入兩萬塊 那先生大概兩個家一家也不到五萬塊 那小孩兩個是在讀書 還要房租 然後最近在四個月前 他的媽媽氣簽 那氣簽他就是符合一個身心障礙的一個補助申請嘛 他資格是符合的 那本席也把他的案件整理好 送進我們社會局來申請補助 那到現在我昨天還去我們社會局去了解啊 他說現在等的人大概有後補有1500人 那等到的時間 當然不是本席這一件啦 大概這1500人補進去的話 要等一到兩年 那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 對我們這一個老人長照 老人要進機構這個家庭比較需要幫助的人 是不是能夠實質來幫助到他們呢 所以局長齁我覺得你要對於這一塊去好好考量 那未來106年的我們一個長照服務法 就要開啟要實施了 那這樣是不是對我們這一些等待要申請的這個家庭 是不是能夠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等一下我要請局長你先簡單的答覆 請尿急上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有關老人福利的編定 我們一年的預算有55億4千萬 其實金額已經是非常的龐大 但是我們也知道後缺機構的一個人數跟時間的確是太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今年度我們又增加了2500多萬的2583萬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的補助的經費可以來擴增 那我們同步除了經費的增加之外 我們現在還積極的要增加我們的照顧的床位 所以我們也跟榮家有在談 所以也有一些我們的合作的計畫 甚至未來的一些相關的計畫 還有我們在地我們現有的一些機構怎麼樣來擴充床位的部分 其實我們兩個方面現在都有在處理 就是因為我們也是一樣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迫切的挑戰來處理 局長你請坐 真的是很嚴重 我要請局長再注意這一個問題 現在這樣是一個低收入戶的跟身心障礙的申請補助所 就是1500個人在等待補助 那他們在等待補助還要等待一到兩年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要拜託局長一定要針對這樣 剛剛你講的幾個單位可以去協助或者去融入更多的床位 但是實質的他們如果已經進到私人機構的一個安養機構的話 那他們是急需要這一筆補助費啊 所以我希望局長應該針對這一個區塊 因為他這1500人他是本身就是不是低收入戶就是身心障礙 都是有問題有需要幫助的人 他不是一般的民眾喔 那對於這一塊我要請局長齁 不要再等未來的一個長照法實施 或者是要相信2500萬的一個經費還是不夠的 是不是能夠先想辦法或者是從我們這個預算裡面 能夠再去多編列一些先來解決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是最痛苦的一個家庭 兩個夫妻要照顧小孩要教育小孩然後要照顧長輩 那每個月每個月一到的話都要繳三萬多塊給這個私人照顧機構 那這樣他真的是喘不過氣來啊 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最近這一件事是其中的一個案例 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那我們大概就是不會那麼急迫性 那這一塊是真的已經是家庭困難了 然後又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烏肉偏黃連夜雨 這樣的一個家庭我們一定要特別去關心他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我們高雄市政府有一個福利是特別照顧我們的長輩 就是滿65歲的長輩 他的健保補助健保就免費嘛 剛才我們也有議員有提到 65歲就免繳健保費 但是這一個福利在104年8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公佈一個條件的一個限制 只要連滿65歲的人 他如果經過那個我們的稅捐機關或者是 經過稅捐機關的核定他的所得 他所報的一年的所得是 所得稅率是超過5%的話 或者他是 他是沒有 他是沒有超過5%的一個所得稅 或者他是完全沒有申報所得稅的長輩 他才可以享用免費健保 對不對局長 現在我們有個新的這個政策實施嘛 因為我們要排付條款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8月份就公佈這樣一項嘛 65歲的長輩 他一定他如果他要給他的 子女去申報服養的話 然後他最後的一個 這個綜合所得稅是不得超過5% 或者是他完全都沒有去申報所得稅 這樣的兩個條件才能夠享用免費健保 那這個是我們排付條款當然我們是支持啊 可是局長 你們的這個實施跟公告日期是 有問題的喔 最近本席的服務處接到很多民眾在陳情啊 也很多在抱怨 對我們這個社會局的一個做法 覺得很不滿意 就是說你是在 104年8月是公告這樣的一個補助條件 但是我們是在104年5月31號 已經把所有的要申報的所得稅都申報完成了啊 都申報完成了以後你 你8月才公告 那如果這個長輩他要選擇不給子女申報服養 他為了要連繳健保費 可是他也來不及了啊 他已經都被他子女去申報了啊 因為你在5月6號就要開始實施 所以他勢必就失去他的一個矯健保費的 的一個權利啊 那我覺得你這樣的一個公告應該是 要不然你就是要把你這個時間延到 105年的6月才開始實施 那你如果是在 105年1月1日就開始實施的話 那可能很多人他是 沒有辦法選擇他是 他要申報或不被申報的 他就是 白白的 一整年的 他的這個 健保免費就沒有辦法享用了 局長你答覆這個問題一下 請姚記長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這個案子我們 從很早之前就有在規劃排附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去年9月在開議之前 我們也有正式的 對議會 對新聞稿 我們剛剛也有講 用很多不同的管道跟市民講 但是針對這個報稅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要排附當然就是要用一個大家都可以 接受的一個最明確的 財力的一個證明 所以我們是用報稅的這個 稅後的這樣子的 的資料來做判斷 那但是很多長輩來跟我們講到說 人家我子女都本來都幫我報了 那現在這樣子我要去退 那我們其實聽了有點憂心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樣子的服務措施 為什麼會被檢討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的長輩 他的子女是可以自己照顧的 因為你說像這樣的狀況 一個新的排附條款我們支持 我不是說你們這樣做不妥 我只是說你要公告的日期 應該要在人家還沒有報稅以前 你就是要公告 讓他們知道說 如果他是被撫養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享用免費健保 那他的子女如果有能力 來照顧自己的父母 我們原則上還是鼓勵 盡可能的 你請坐 我覺得你還是聽不懂我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個 那個我們是一個公部門 尤其是你當到局長的一個位階 你應該要 要很懂得這個 人民體協人民 你如果有一個新的政策 要實施的話 你一定要讓我們的長輩 有時間 有可以自由的選擇 那你4月8號去公告的話 他已經在5月31號已經申報完畢了 那你如果提早4個月去公告的話 他可能就是說 我不被我們的子女去申報撫養 因為我要享有免費健保 這是他自己個人的一個選擇 這是他自己的權益 他可以去維護他自己的權益 那我不曉得局長怎麼會還有那麼多後面的一個說法 這很簡單 因為最近我這邊陳情很多 這個會後再檢討 或者總質詢的時候再來檢討 因為可能時間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講得很清楚 不過現在我們服務處 倒是蠻多人來陳情的 因為他們覺得說 你這樣子讓我都沒有辦法 再從我兒子那邊把他退回撫養的一個聲報了 而且甚至為了這個 還要鬧家庭革命在那邊吵架 那現在我們的一個申請低收入戶 還是一樣 我要請局長好好的做評估一下 我們的低收入戶跟申請中低收入戶 我們都是有一個不動產的一個公告地價 公告他的評定的價格 如果是低收入戶就是不能超過353萬 中低收入戶就是不能超過這個房子的房地 不能超過公告地價的530萬 那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最近這幾年我們的公告地價調的很高 甚至有些地方都調到80% 那棟房子他還是20年前還是住那一棟 現在還是住那一棟 這麼老舊的一棟房子 他無形中他的房價已經被調高了 那等於說他的這個申請低收 很多跟中低收入戶的資格就被取消了 因為他的公告地價已經超出了他的公告地價 那像這樣的一群人啊 其實他從以前到現在生活都沒有改善的 但是他在這樣的一個發展的地區 不但是他的這個消費水平都都已經高漲了 而且他自己的收入還是沒有 但是他還被刪除了他的低收入戶的身份 所以我要請局長對於這樣的一群的弱勢 他們沒有辦法申請到低收入戶的補助 是因為他房價公告地價被調高的問題 應該是不是有一個配套措施 或者特別對他們的一個個案的一個照顧 因為確實他們是處於一個非常生活困境的一群弱勢 但是他就是因為他的公告地價被調高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受到幫忙 那這個我要請局長做一個評估 那再來就是有關我們的公共託育中心 我們的公共託育中心可能這個表可以看出來 每一個地點都是目前的小海收進來的 跟我們現在後面在後補的 額數都是超過很多 就像左營這裡只有目前是30位 後面後補在排隊的有46位 之類的每一區的這個公共託育中心 都是非常受到歡迎 因為家長對於我們的公託很放心 好再兩分鐘 他們都希望能夠把小孩就 能夠送到託育中心來 所以也希望我們局長能夠針對我們公託中心的 這樣那麼好的一個政策 能夠多加以設立中心 然後多開放一些名額 讓我們一些現在經濟這麼不景氣 一些雙新家庭的這個家長能夠 把他們小孩送到他們送到 起碼後補的人數不要這麼多 讓他們可以多一些機會給我們的民眾 多一些機會 所以從這個這麼好的政策 我們鼓勵局長應該多設立 那再來就是有關 富民長青中心的二樓的這個使用 現在不曉得規劃如何了 因為這裡是一個非常棒的地點 然後他也棒的所有的活動都很棒 這個可以用我書面來保護給本席 那現在還有跟我們勞工這個一個博覽會 那這個從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這五個月都做得非常的好 他的磨合的成功率大概有達到百分之五十六點八 那這麼好的一個磨合的就業 我鼓勵局長應該是要多辦 短短的五個月我們的磨合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六 等於說我們又製造製造五千多個人他可以找到工作 那現在工作真的很難找啊 尤其是25歲到40歲的失業率都是百分之十二點四 非常高的一個失業率 那這些失業率的年輕人他們都是非常優秀又有學歷 只是說他們的管道可能非常窄 那我們先輔導他先求有再求好 慢慢找到他的興趣跟專長 所以這個勞工局啊你的任務就很重大 請你答覆一下未來是不是能夠針對這個 我們的這個年輕人的就業 失業率的一個能夠把它改善 或者能夠協助我們年輕人的一個就業 跟他們的輔導資訊 這一方面要多加強這一方面的業務 請民進長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這個議員對這個青年人的關心 那麼事實上來講 對這個如果降低失業率 不只是青年人 整個高雄市民來講 我們都一直非常努力在做 我們從兩方面 一年是辦理職業學院 一半是那麼這個爭彩活動 那麼每年大概是大中小型的活動 大概都有兩三百場 那麼特別當然每一種爭彩活動啊 青年人都可以參加 我們特別針對青年人 辦這個校園的爭彩活動 跟一些大專家都有合作 那麼大家 到目前為止已經辦了六七場做 我們要繼續加強 是 是 是 謝謝陳怡貞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是林婉榮議員 那個主席 是不是 我有提三次 是不是 擔心是後面如果沒有都全部給你 好 那你就先直接等一下有空的話 如果有人來 我們再來協調 要不然這樣子會影響我的氣氛跟情緒 好 好 那就給足三次 好 那我會盡量把時間 工資 好 今天我們 二代英安議員 是我們的主席 那我們 設政部門業務質詢 各位局處所長業務主管 我們議會的好同事 我們新聞界的好朋友 當地關心我們市場的鄉親市場 大家午安 我發現這兩天來 也應該大同小一 都是在說 我們社會局的業務 我們老人福利的問題 那我覺得說 當然 小福利很重要 但是 我也覺得說 要讓我們的 市民朋友 有更好的身體的健康 不要去 不要去 用到更多的 我們的健保醫療給付 如果說 這個是一個大水庫 那如果說 大家都可以去 推動 我覺得 本身應該說 今天我們研考會 不是 那個 不是今天的 類似的 單位 應該 來 如果說 有持續 就是說 大家 都不要 吃東西 就是比較有節制一點 可以說 每一週 有一天的 舒適日 讓自己的身體 健康 有得到保障的話 是不是 可以去幫他做一個 試 民調一下 我覺得說 如果大家 身體健康 不要去 濫用到我們的 醫療 醫療的費用 我想 我覺得說 沒有經費 財政缺口 我覺得這個也是 可以去探討的一件事 那我不知道 我們的社政部門的 練習的長官們 你們有沒有去 有接收到 我們的環保局 就給你們一個文說 通知你們說 每個禮拜 有一天的舒適日 有沒有這樣子的 橫向去 去做這樣子的 如果不知道 這麼一回事的人 請舉手 可見大家都知道 因為你們 可以坐在我們議事廳 你們的 背 背巡的 各位 中階以上的官員們 因為 這也是可以說 是社會的一個 很有影響力的 你們 我想 你們如果有確實 有去 去做到 那我想你們 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 可以去影響你的家庭 你的周遭 你的社區 你們都是我們 社會的精英 那是本席給你們一個肯定 也可以給你們一個掌聲 那我就針對 因為這幾天 這兩天來 我有去注意到 可是我今天 一講的事情 就跟我們的同仁 都也大同小異 所以 我會盡量把時間收短 就 滿65歲的長輩 健保補助案 真的是最近 我們新法 剛剛 我們陳立貞議員 在講的說 這個新法 應該是要在 那可能我們剛剛 姚局長 你那個聽的意思 可能也沒有聽懂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這個新法 能夠在 要報稅之前 就去先做個通告 還是去做 這樣子的去 說明 或是去做宣導的話 可能才不會造成 六十五歲 一些長輩 因為 我們的 健保 那個補助款 他們在那裡 真的不知道要怎樣 所以 台灣已 步入老齡化的社會 老人的福利 也相當 這可以說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財政的拮据 當然就是 一個要截留 又要 砍掉 那個 老人福利 當然 這種可以說 我想 真的是 市政是千頭萬叙 尤其我們的市長 他是一個大家長 因為 每一個 局處 當然都是要為他自己的本身的施政 去做很多的履歷 但是大家都也要經費 在那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 當然 一些小好力就會被刪除 所以 如何去開源 截流 成為 我們 各部門 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所以 這怎麼截流 也不能犧牲老人的福利 這是本色的看法 那我想 今天我們的同仁 我想 很多的 我們的同仁 講的問題 差不多是大同小異 但是 因為我們的民眾 當然 是大同小異 但是 面對著我們的市民朋友 的對象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他們也是 我們可以在議會 來替他們發聲 所以 每一個議員 他面對的問題 就是都一樣 但是 也不得不講 所以 也就讓你們 你們的耳朵 又借我們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 可以說 我們大家都要講 什麼樣的問題 這可以說 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在這個當中 是不是你們可以 好好去 這個 研你 看有沒有機會 所以 全民健保老人 健保費 致付額 這個補助 大概 105年起 65歲的老人 老大人 我們的長輩 我會套一句 我們市長常講的一句話 主親的少年雞 和主親的水高牛 真的 他們真的是 到了一把年紀了 當然 你們要 排付條款 當然是好事 有 有靈略的人 當然 他來 把他的事大人 來做 這方面 會覺得 把他做一個 刀腳手刀三天 因為 總是我們小時候 北部幫我們吃 大人 當然我們就是 要來 要來回饋 我們的事大人 但是 總是 有時候 政策 在實施之前 當然 也難免會有一個陣痛期 這是難免的 但是 本期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在這個 心智的時候 應該是 是不是要做個 早些 來做個 輔導 來做個 宣導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 他可以去理解 也可以去做到 他們的家庭裡頭 不會因為 過去就是說 這個補助 六百五十九元 可以 其實 說起來 所需也不太多 但是對一個 艱苦人來說 真的也是很多 有時候 要三餐不計 要 要一個家庭 能夠 要來 把他的事大人 來做個回饋 我覺得 我們的市政府 過去這些 老大人 也都是為了我們的 台灣 我們的經濟 也是做很多付出 但是 我們來做相當回饋 為什麼 不是一件好事呢 是好事啊 所以 我想 好像我們 一百零五年起 他的 他的 全 全 他全富所得 就是在5%以下 才能享有 這個 每個月的749塊的補助啊 所以他 我真的 也講不下去了 因為 自己這兩天來 大家都在講同樣的問題 這是不是 這個問題 難道 那個局長 你有想法嗎 好 那 那我們就 接下來 好 那我們的老人 健保 補助 排富的 條款 再 我們再來做個對照 齁 調整錢 他是 他是 34萬 2340人 小港 尤其 尤其啦 照我們的錢證啊 今天 調整錢 他是 五萬七千 兩萬五千七百 九十人 那 在調整後 他變成 兩萬一千 一百三十四人 小港 他是 調整錢 他是 一四八一四 調整後 他是 一二三一二 以前的小港 也算是 勞工 階層 比較多嘛 所以 你看 他這樣 調整後 有四千幾人 被 就是被刪除嘛 因為四千幾人 我們有八個議員 那 這四千幾人是不是 會瘋瘋瘋 我相信 尤其 尤其在我們這個 錢證小港 可以說 底層的 市民平衡 比較多 或許 我們的感受 感觸 比較深啊 所以他在 調整錢 那你一年 也當 省掉 四億五千元 神也不能 省掉老人的福利啊 所以 有許多 長者 肌膚 他沒有生產能力 在那 在那 就剛剛 陳如 那個 我們議員同仁在講 你在那個 當中 你要幫他 要幫他 做薪資的時候 你應該 必須在申報前 你就去 讓他去知道 這個問題 我們看 大腦一申報之後 哇 一下子 他真的是 真的是 措所不及啊 好 那 局長 如果說我們 社會 當然 社會福利 怎麼做的 辦法 可以讓人 允許 總是 這些長輩 可以說 做可以 我想 我看到他們 我們 大家來的人 都是長輩 都是 很辛苦 我看到他們 我 沒有時間來 還是我不是 沒有時間 因為我每天都是 沒有時間 總是我現在來議會 他們要去找我 當然是我 社會的團隊 幫我接 我回到服務處 就很多的案件啊 有時候 我也知道 你們這裡有難處 但是我覺得說 你們可以做得更周遠一點啊 那所以說 我們公司 在社會福利也被稱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 什麼都可以選 但是 不能選 老人好理啊 這是不是有辦法 躺來做 補救的方式 等一下 你再給我回答一下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是也 我上個會期 有講 長照的 服務法 就立法院三讀通過 長期照顧服務法 他長期照顧他分為居家室 跟社區室 是跟機構住宅 及家庭照顧的服務 那現在 我們的社會局 尤其 在我們的 新的總統 齁 蔡英文 那我們的市長 大家都非常的重視 幾乎有到很多的地方 像去日本啊 去很多的地方去 去 觀摩 去了解 人家各國的 他的社會福利 我想 能夠知己知彼 發展 聲 這個 等一下 你再給我一個回答 好不好 還是現在回答我 就是剛剛兩個問題 我們請姚機長答答 谢谢赵解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针对我们排富健保补助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针对长辈的健保费补助 这个是非法定的 我们也被监察院也被审计处 这个部分也被纠正过 那你们被纠正过 我本时没有说你们被纠正 我就是要硬着头皮让你们去再次的被纠正 那本席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修正 你们应该早些 早些不要让一些我们的长辈们 底下无手是从 对跟议员说明 因为其实我们高雄市的长辈有35万多 我们这一次即使是排富之后 还是有84%以上的长辈 是有获得我们健保费的 这样子的见面的补助 但是百分之十六 我们这次排去了五万七 对啊那你在五万七的当中 你要想说五万几个人 站在你的头前 站在我们的操场 有多少人 遍布在我们整个高雄市啊 但是议员这就是排富的目的啊 对啊那我 你排富没有关系 那就是说你刚刚我们跟很多的议员跟你讲 你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的意思 我们没有叫你们不要去排富 你如果说好你要去排富 你应该事前在还没有那个去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你再找些你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说 有排富条款 你要申报还是要申报 让他们来做决定嘛 好我们 这个部分也跟议员做说明 这个我们也有想过啦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也都评算过 其实她的职 现在比较多的长辈 argue的是 她的孩子已经把她拿去报税了 对啊那我刚才是跟你讲这个啊 但是她的孩子可以拿她的父母扶养去报税 表示她的税务方面是减免的 她减免就表示她可以少付 少付一些金额 她就应该拿来帮自己的长辈 你局长你真的头脚很重的 他就是有够那个领域 不可以把他拿来做申报所得税嘛 那你有些你知道说 有的家人应该申报所得税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家人 又这么忍啊 你跟两万一说 她要报她抚养 她舍破子就是应该要抚养她啊 是你会啊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没办法去这样啊 你真的你是早分顶的呢 我跟你跟你讲这个问题 你还没办法理解呢 她可以去申报所得税 表示她有能力 她可以在税务上减免 税务上减免 这是没办法的 但是有些年轻人 他减充他自己 就是他有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但是他对有些家庭 有些他的晚辈 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 回馈他的家庭啊 那你甘疼吗 但是 税法制定的目的 让他早在家庭前面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怕分顶的啦 人家跟你说什么 你没得听到啦 好那你这个 我就不要再跟你 那么多议员跟你讲 你就说好 那你们回去 看怎么样去研究 好你没有办法听得懂 我本是这样子讲的 我们谁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是 来 那你坐下 你不用回答 好那谁 不敢哦 没有一个人敢抛砖引玉哦 那因为 因为你可以承担 但是 我们讲的话 你就听不到我的意思嘛 税务当然 是这样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 变数嘛 这种就是变异数 这种叫做变数 在家庭里面 在成立到我的家庭 我申报 假设我申报我的公公 我就要尽到我当媳妇的 照顾我的公公 正常人会这样 那我所谓不是 不是 我讲的不是说 不正常人 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因为 他有些 可能是债务 还是有可能就是说 他在一时 我就可以 把他的 长辈来做这条 扶起这条钱的时候 你也让这个长辈在那里 五手四重 我这样 我这样讲 你可以理解 好 好 谢谢 议员 其实 我 我们为什么要做排富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忙那些 子女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长辈的那些家庭 那个主席 你帮我讲一下 他还是听不懂我们的大家的意思 主席您 你来讲一下 林医言讲 其实 有很多是这样子 他只是拿来报而已 他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他报是对 对那个 报的儿女是有帮助 对 对 只是减免你 对 但 那个局长的意思 既然他有减免 他又应该要帮助他自己 对对对 那其实 其实这个可以考虑啦 刚刚讲的也是嘛 就是说 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时间点 告诉大家的时间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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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真正的这些点 如果你们早点讲的话 他们就可以去分别 刚刚陈医言也讲过了 他就可以来选择 他有选择权嘛 他现在连选择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啦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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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在规划这样子的 侦测时候 不会以 减税的角度 来做考量啦 那我们只是尽可能 因为我们明天长到要上去 我们才会赶着要做 对 因为本期讲 我们很多艺人都在讲 你们没有讲到 想到那么周延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面临很多的 市民朋友来给我们反应 那我们大家的意思说 好 你让长辈可以 有选择权 就是说 你要在报税之前 就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 你报税之后 长辈 他就排护条款啦 被排护去了嘛 那如果你 早些 排护条款没有人说你不对啦 只是说你这个 时间点 宣导的时间点是 比较晚了一点啦 你还是听不懂 听不懂 因为我们两个在这里说 你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已经没了 好 你请坐下 好 那这个长照 等一下再给我回答好了 好 来 好 那我就针对那个 我们劳工局啦 根据国外的相关的研究 显示哦 失业 这这些在那 头盒 听听 这不知道要怎么 失业率每提 好 提高一个百分点 自杀率就会增加 4.1个百分点 换却率 以买提高到 5.7的百分 5.7的 好 百分之5.7 家庭暴力 至少也会增加一倍哦 好 那在1999年 在日本 我 我把这个数据 好 就有三万三千人 自杀 其中 一半 是失业的人口 那各国民情 好 的不同 好 也不能一概而论啦 但是 就是说 失业率 好 好 我讨论人 好 这个 自杀的 好 的那个 好 的比率会比较高啦 好 好 那如果减少失业 啊 率的话 实在 啊 也可 真的是 应该会抑制 自杀率 的成长啊 不论失业率 或 自杀率之间 哦 他是不是 有无关联性 降低失业率 他 会减缓 自杀率 哦 增加 哦 那建户 这是那建户 必须要去努力的方向 好 那我们高公市 去年失业率 为 3.8% 哦 劳工局 当然你也很努力 就是说 每和 我们的 哦 低收入 中低收入 比较肉势的 哦 的 我们的 相亲 你有 有 有 他做 这样的关怀 但是 本市 感觉说 你们可以再 多加强一些啦 那我们社会局 劳工局 一 是不是 你们的 美和的成效如何啊 哦 这个是等一下 给本市回答的地方啦 好 那 接下来 啊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设政委员会嘛 都能跟我们的 殡议局 啊 殡议局 你们真的 这我的感觉 你们 应该是 呃 一个 卡 担顺的 一个 单位 我不是要 说你们 更硬啦 哦 应该是 一个 卡 担顺的 单位啦 啊 殡议局 哦 那你们对于 退役社会 哦 的新鲜人 你们如何去辅导 他的就业 每年退伍 的人数 有多少人 那他 如果刚退伍的年轻人们啊 哦 一直这个 哦 有许多社会的新鲜人 一对工作 哦 他的 焦虑 哦 迷惘 哦 啊 本市建议你 是不是 并议局 有做这方面的 辅导吗 哦 那 那 我们 是不是 这个 当然 我们的 殡议局 哦 殡议局 你在哪边啊 哦 哦 是 我也 哦 好 那 因为 这个是 社会新鲜人哦 那 你们有 有 做怎么样的 你 他 退役之后 啊 他有 头脑吗 还是说 你们有做 后续的 给你们做关心 还是 还是什么 有 我不知道 好 请刘机长答复 好 谢谢 主席 谢谢 议员 我们每年 其实入伍跟退伍都差不多 大概都一万三千人左右 嗯哼 那 退伍以后 在他一定要归相报到 要到 那个 后备 需要去登记 那 后备指挥部那边呢 就会提供这个 当时 当下有哪一些 职讯的一些 职讯给他 譬如说有两个 一个就是譬如说像 劳工局 他有办哪些 职讯 另外还有一个 退伍会 他本身也有 有一些职讯 大概 目前是这个样的 资讯是你们寄给他 还是叫他们去看 还是怎么样 你们用什么管道去 去跟他们做 我 我知道大概 本身后备他 因为他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会主动去 去要这些资料 那 退伍会这边也都会主动提供 那会寄给他们吗 会寄给 后备司令部 那后备司令部 那有没有 那这样子好像跟你们又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兵役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窗口 就像 那好 你们是一个窗口 那他是我们的高雄市民嘛 那我想说 因为兵役局在一般我们的同仁好像对你们都 我的感觉你们真的是 这个是一定要的嘛 一定要这个局处 但是 你们 那好像你也要上台北去当高官嘛 那 那那你应该也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局长 那本席也在 建议说 你这么有能力 那当然 我们蔡文总统也 希望借助你的才华跟能力 到中央去 为更多的人服务 那在你要去 离开高雄市政府之前 你是不是你们 就是你们局里头可以 用你的才华 用你的idea 用你的智慧 用你 你的 各方面的知识 尝试 还有你的才华 可以 对你们的局处里头 来做 就是贡献一点 给高雄市政府 好不好 因为 我们 因为 你们是一个窗口没有错 但是窗口就定义说 没来问就没事情嘛 有来问就是 就是 数据就在把人家那就是窗口啊 你有做什么样的 可以在为我们的新鲜人 社会新鲜人 在他们 社会新鲜人 大家 也很多 他们出来就有投入的了 但是 多半都是 这些新鲜人当中 他们对这个 找工作 他真的是焦虑的 是很迷惘的 那你有办法 拿出一个 可以 告诉本席吗 还是 现在 你立即没有办法跟我讲 我也不 没有 真的说 你立即给我回答 就是说 你要再 离开高雄市政府 要当 中央去服务的时候 因为像你这样子的 有能力的 局长也 也是 算是一个 宝贝嘛 是我们 台湾的宝嘛 本来公共人员就是 就是我们 政府的 博博嘛 所以说 你可以去献车 留下什么东西 给我们吗 对于社会新鲜人 对于退伍后的 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一点 指导年轻啊 好不好 谢谢委员指导 我们尽量去做 因为政策的事情 我这边发表 不大适合 因为既然是政策的事情 还是要有共识 那我一定会尽量去做 不是政策啦 这是可以 帮忙他啦 这不是政策 政策本来就是中央到地方是一贯的 你要做四个位 就是四个位 你要做十一个位 十一个位 你要做 幕边的人你就来 你要做 要做那种 就是长期 就是要把国家 报效国家 这个是 这是在做政策 但是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辅导他们 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讯息给他们 我说的是这个 这个资讯的服务方面 这我们可以来来做啦 就是说在 至少在 那有没有 会不会落实 更重要啦 还是说 还是说你能去了解说 这 每年都有 有多少人退役嘛 啊 他们有 透露的人吗 你应该可以 可以给他做一个 普查 关心吗 普查这一段 我们要 尽量做 因为他到底 普查出去 他会有多少 资料回缩回来 不晓得 但是刚刚讲到 社会资讯这一方面 其实 兵力局 可以在我们的 网站里面 主动来把这些资料 挂在里面 那如果说 老百姓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 他们没有多少人啊 你们就 你们要来做 现在都年轻人嘛 他们一定会有 用 email 这是老婆嘛 还是说 在 看你们有什么管道 这我不知道 就让你们去 去处理吧 是是是 好 我们 谢谢议员 我们尽量来处理 不要说 讲一讲 你就要去中央 那不然 你要了解谁 来处理 下个会期 还是什么时候 要给我作回应 这个兵力局 又没有关门 还是有人会来回应这个问题 真的 真的 谢谢委员 哇 你真的是 做大官的人哦 不是 我们也是要做大事的人 好不好 不是 那你请坐 好 那我就来 来 请 来 请李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林议员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针对这个 生活服务部的这个 就业服务方面 那么 一百零四年 本局服务总共是两千五百三十九人 那么 启动就业意愿开案一千三百五十九人 那么 辅导这一千零七十人 顺利就业 就业率是百分之七十九啦 那这这项来讲是我们一个专案工作 我们每年都会加上来办理 好 来 请姚记长答复 是要针对这个案子还是 我们现在主要有 有居家 有社区 机构 还有 家庭照顾的部分 这是未来明年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十年长到的部分是综合型的部分 只有最后一项有改变 有社区型 有 居家型 机构型 然后 家庭照顾服务的是 明年开始的部分 那我们现有的服务模式是综合型 所以 明年之后会更具体 我们 我们这个部分是针对家庭照顾者的一些 不管是 它是传习服务 或是相关的一些 临时的一些服务 还有 它可以 去在社区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协助的方案 就是 因为 大家 之前应该有看到很多的新闻 就是很多的家庭照顾者 长期照顾失能的长辈 或是身心障碍的子女 或是 配偶 而 而 而 想不开 或者是 有一些 悲剧的发生 那所以 后来大家也正视到 我们要照顾的对象 不应该只是个案本身 不应该只是老人本身 不应该只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而是他的 家庭照顾者 也应该提供他 更多的一些协助的方案 所以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 协助的 model 会在新的这个新法之后上路 会 对家 家庭照顾者的这个部分 提供更多的协助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方向 谢谢 我想就针对刚才林议员所讲 那个社会福利的排复 那个时间点 那跟 局长有一些 大概沟通上 一些误解 等下私底下再跟林议员报告 好我想那个部分也是要厘清 那谢谢 林婉荣议员的执行 那今天下午 我们的议程就到此结束 那明天早上9点 我们继续开会 辛苦各位 首长跟各位主管 我们上会